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自古以来,我国边界之争从来都未间断过 因为边界问题而发生的战争更是不胜枚举 演变到现代,边界之争仍旧存在 只是不会因为一点小事便大动干戈 但矛盾和尴尬还是有的 在我国的安徽就有这样一个村庄 它隶属于安徽,但却坐落在江苏境内 被称为我国最尴尬的村庄 这个村庄便是大包村 对于这个村庄,大家都非常陌生 可以说在旅游史上,它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 当然,它出名的原因不是因为风景秀丽 而是因为它尴尬又特殊的位置 在国家行政划分上,它属于安徽 可在地图上,它却位于江苏 对于游客来讲,这可能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 就算不是去看风景 也会去往这里看一看尴尬村庄的位置 在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告诉别人 但对于当地居民来讲,极其不方便 如果遇到一些需要政府审批的手续 完全不好办理 甚至有的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 两个省份的相关部门都不愿意受理 从而导致大包村的发展十分缓慢 虽然现在的大包村十分尴尬 但它在古代并非如此 因为在古代,安徽和江苏一同隶属于江南省 只是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 江南省一分为二,成安徽和江苏 虽然两个省份都很不错 但大包村的身份就尴尬了 因为它在两个省份的夹缝中生存着 不过大包村这种尴尬的境地也不会持续太久 因为现在的大包村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在人们的呼吁之下 有关部门规划了相关措施来处理大包村的情况 它的经济慢慢开始复苏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大包村不再是茶余饭后的销料 能够恢复江南与米之乡的繁荣 希望有关部门可以以它的特殊位置为契机 主力打造当地的旅游特色 从而推向全国 对此,小伙伴们怎么看呢?